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乍一看会议公报相当低调 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速 只字未提 然而如果从2035年 基本实现现代化的 远景目标来看 这份公报其实可以说是 雄心勃勃 公报提出到2035年 中国人均GDP要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也就是说中国要在未来15年内 超过那些2019年的人均GDP 为1.8到2.4万美元的 低水平发达国家 首先公报强调 科技自立自强 让经济增长模式向技术转移 2020年 中国的外部环境 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些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必须摆脱外部的依赖 其次要解决产业结构问题 除了依靠制造业升级 和服务业调整 还要发展新产业 而数字中国 数字化发展等新概念 也走进视野 第三 要解决需求结构问题 特别是促进家庭消费 在今年7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中共中央提出 双循环新发展战略 而内循环的主要矛盾 是家庭消费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 都是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 相信只要应对得当 这些结构性问题 就是结构性的机遇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美国总统大选 进入最后的48小时 争取连任的特朗普 一号旋风式的走访 五大摇摆州 并且透露说 准备在投票结束当晚 入丙挑战 宾州最高法院的裁决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 冒着寒冷天气 旋风式走访五州 在争持激烈的北卡罗兰纳州 特朗普引用最新民调指出 超过五成六的受访民众认为 今天过得比四年前 奥巴马和拜登执政时期好 批评对手拜登 想关停全国经济 而在他四年前拿下的 关键州密歇根州 特朗普警告 如果让民主党对手拜登上台 美国将卷入战争 特朗普同一天还走访了 爱奥瓦 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 选举前的最后48小时 一共有10场的拉票活动 特朗普竞选团队深信 他将能够横扫所有南部州份 只要他能够在中西部的 四大关键州 宾夕法尼亚州 明尼苏达州 威斯康星州或密歇根州当中 取得一胜 就能取得足够的选举人票 赢得第二个人期 针对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日前裁决 允许点算投票日后三天内抵达的邮寄选票 特朗普表明准备提出司法挑战 不过 对于有报道指 特朗普准备不等最后计票结果 只要初步结果显示他领先 就抢先宣布胜选 特朗普就予以否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民主党总统和候选人拜登一号 到宾夕法尼亚州拉票 并且和竞选搭档哈里斯 集中火力就种族议题 猛攻特朗普 拜登一号前网站 20张选举人票的宾夕法尼亚州 在费城举行两场竞选活动 目标是促请黑人选民 在3号的投票日出来投票 拜登再次提及近月发生的 多起黑人遭受警报的事件 表示会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拜登又指 已有超过9000万人提前投票 证明他们对特朗普已经受够了 拜登晚上在另一场集会上 再批评特朗普软弱 不敢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 俄罗斯涉嫌悬赏阿富汗塔利班 杀害美军的事 证明他只是普京的小狗 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在1号回到佐治亚州拉票 并以种族议题攻击特朗普 佐治亚州一向是共和党根据地 哈里斯在选前进军佐治亚州 标志着民主党对选战信心满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020年的美国大选已经进入倒计时 从现在开始 20多个小时之后 就进入了决战的投票日 11月3号 那么自从这次大选期间 开始有民调以来 拜登可以说是一路领先 拜登昨天在宾夕法尼亚州还说 特朗普应该收拾行李离开白宫 可是我们同时发现 就在这几天 民调已经悄悄地出现了变化 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民调距离 是迅速地在缩窄 而在一些已经投票的摇摆州 可以看到一些迹象 是特朗普急起直追 特别是刚刚我看到CNN 发了一条紧急的消息说 爱尔瓦州民调已经川普领先了 我们经常说 如今这个时代 看法不如算法 看法就是你的观点 不如真正的实际上的各种的计算 但就算算法本身 其实也是多样化的 算法也不一定准 要看你怎么算 从哪个角度去算 还有由谁来算 这个民调由谁来做是不同的 但是可以说 这么长时间以来 各个民调公司出现的民调 基本上都显示出 是拜登领先 但四年之前 这个希拉里 他比现在拜登的形势好像还好 而今天即使是在民调方面 拜登依然领先 但是这个数字还有其他的演算方式 有些低调的运算机构和专家 他们在倒数 这个几十个小时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 纷纷抛出了他们的演算结果 特别令人感觉到 引人注目的 感觉到吃惊的 就是我看到CNN的网站 抛出了一个观点文章 这个观点文章呢 作者是斯科特·斋宁斯 他的题目是 特朗普理应获得连任 这个文章中提出了特朗普 继续连任的很多理由 很简单 说他降税 降低了这个失业率 提高了经济 那么同时呢 在对外促成了中东 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很多建议 还有呢 他这个认为政府不应该过度的监管 其实呢 他才减了很多政府的官员 而这个他在军队方面呢 增加了军费 同时呢 他也让美国的敌人 知道了美国的厉害 比如干掉了巴克达迪和苏莱曼尼 那么这篇文章的理由啊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历来批评川普的 批评特朗普的 新发表这篇文章 还有呢 彭博社的观点呢 发表了最新那篇观点文章 说72年前呢 美国的主要报纸都已经说了 杜威战胜了杜鲁门 结果杜鲁门呢 还是取胜了 所以这一切 还有很多大选历史上的 作刺案里头告诉人们呢 大选进入倒数时刻 这悬念非但没有解除 反而一发加剧了 好 再把目光转向欧洲 法国的一名教师 因为上课的时候 展示先知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 被当街斩首之后呢 在尼斯和里昂 又相继发生了暴力事件 而里昂教堂的枪击案 警方因为证据不足 释放了早前逮捕的嫌疑人 法国里昂检察官办公室 1号表示 由于没有发现被逮捕嫌疑人 参与枪击案的足够证据 因此将他释放 警方同时扩大了枪手的搜索范围 枪击案发生在10月31号 一名希腊籍东正教神父 在关闭教堂时 被一名男子手持猎枪连开两枪 神父腹部受伤严重 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 当天也现身土耳宽的一个教堂 对宗教活动表示支持 他指出 国家已向安全部队发出指示 加强对医院 学校 宗教场所的保护 马克龙10月31号 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 态度有所缓和 但强调 必须捍卫法国人民的言论自由 他还表示 理解穆斯林们看到漫画时 所感到的愤怒 称自己的话 被人用谎言断章取义 而穆斯林民众对此并不买账 反法示威越演越烈 在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 上万名示威民众 举着反法横幅 高喊口号 又烧毁了印有法国总统 马克龙的照片和法国旗 防暴警察在场戒备 并一度与示威者发生推撞 场面混乱 有示威者表示 反对马克龙在访问中 关于言论自由的说法 指言论自由不等于散播仇恨言论 从而伤害数百万穆斯林的感情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一名教师 因为来讲解 先知的漫画被斩首之后 非常愤怒 发表了一些言论 这个言论就得罪了整个的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穆斯林国家 可以说它成了穆斯林世界的公敌 从中东一些国家 一直到南亚的巴基斯坦 现在还包括 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 亚洲的印度尼西亚 很多国家纷纷地来谴责法国 这所有的反法运动 这个声讨马克龙的运动是由土耳其开始的 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 把马克龙说成是纳粹 而且要抵制法国祸 那么法国这次非常的强烈 不但是这个马克龙出来发表了强烈言论 而且呢 法国总统府外呢 还专门在一天晚上 23号吧 用这个灯光投射 这个先知的漫画 这更大的来刺激了穆斯林世界 现在呢 马克龙有点往回缩了 那么另一方面呢 欧洲的一些国家 为此都表态要声援马克龙 像德国总理 荷兰总理 这个希腊总理 这个意大利的总理 还有英国的外长都发言了 那么这场 由于在法国发生的事件 后来又在尼斯啊 什么里昂教堂出现这个杀人事件呢 会不会引发不仅仅是法国 而且是欧洲 和穆斯林世界的对峙呢 那么很难说 可以说 我们知道在信仰上啊 这个穆斯林是不能允许他们的先知 穆罕默德的影像出来的 五年之前发生了这个查理周汉的惨案 这是恐怖主义行为 那么这次一个教师讲这件事的时候 居然被人斩首 简直是令人不能容认 所以呢 马克龙作为法国总统呢 开始说了一些 有些话也可以说不太慎重 他说这个伊斯兰主义 应该说是极端伊斯兰主义就好一些 那么同时呢 法国政府又用这个影像 又投射表示愤怒 那么现在马克龙往回退了一些了 这个但是呢 我们还看到另外的一个现象 就是法国的穆斯林全国协会的主席穆萨 他们发表声明 支持这个马克龙 而且他们表示 法国对宗教是自由的 是允许人自由的建设清真寺 那么他们要维护法国这样的自由权利 由法国的穆斯林主席 为法国的总统和法国的制度 法国的自由来说话呢 这是很有舒服力的 所以说呢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呢 不仅仅是宗教问题 也有一个欧洲国家和其他一些 不太发达的穆斯林国家 深刻的在宗教文化之下的一些 其他的矛盾同时显现出来了 好 看看 现在请看凤凰威士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报道的新闻 休息一会再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明思 美国和日本从10月26号开始 展开代号《力舰21》的联合军演 有媒体就认为这次联合军演 是在向中国释放信号 日美力舰系列联合军演 约每两年举行一次 而这次力舰21军演 于10月26日至11月5日 在西太平洋展开 双方动员人数约4.6万 其中美军出动约9000名士兵 以及里根号航母战斗群 阿什兰号两栖船无登陆舰 和第五舰载机联队的近百架飞机 日本出动3.7万名自卫队员 并派出约20艘船 170余架飞机 这次演习的重点之一是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 洛尔岛县的无人岛沃舌岛 共同进行的离岛防卫训练 日本共同社报道 沃舌岛断壁悬崖绵延的地形 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相似 而在演起首日 驻日美军司令施奈德 和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 山崎信二 还专程搭乘部署在美军 恒田基地的两架美军 CV-22鱼鹰运输机 降落在日本海上自卫队 护卫舰加贺号上 视察参演的部队 施奈德表示 日美联合训练 可以明确对外展示 日美同盟的牢固 为保卫钓鱼岛 日美可以联手向钓鱼岛 运送拥有战斗力的部队 施奈德还表示 有关钓鱼岛 美国要履行支援 日本政府的义务 他称美军将在周边海域 加强警戒 中国日本大使孔夏佑 30号接受了朝日新闻的专访 并且介绍了 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等情况 在谈及中日关系时 孔玄又指出 目前两国关系改善发展的 最大障碍在于互信不足 其中安全领域互信缺失的问题 较为突出 他表示围绕这一问题 两国领导人曾多次深入沟通 并达成构建契和新时代要求的 中日关系 这一重要政治共识 其中就包括构建建设性 中日安全关系 这对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不可或缺 下一阶段 双方应共同思考如何落实两国领导人 重要共识 突破制约两国关系改善发展的瓶颈 他强调 今天的中日关系已经超出双边范畴 日益对地区和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双方应着眼于此 不断挖掘中日关系新的战略价值 对于中美双方 在南海和台海军事挑衅行为 日益增多 孔群又被问及 中美是否有爆发军事冲突的 可能时表示 毫无疑问 不管是中美关系还是地区形势 都比以前变得更加复杂 需要强调的是 无论面对何种困难和挑战 中国都将坚定捍卫自身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中方坚决反对所谓中美新冷战 即便中美在诸多领域 存在问题和分歧 双方经济发展优势互补的现状 都没有改变 完全可以实现互利合作 共同发展 作为大国 中美应充分认清自身肩负的 重要责任 努力构建长期稳定的中美关系 他并强调 南海不是国际政治决斗场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心愿 通过对话解决争端才是正道 而台湾问题 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也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原则问题 美方应切实恪守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 所作出的承诺 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 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确实中日这两大邻国 目前双方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障碍 就是在安全领域缺乏互信 那么为什么缺乏互信呢 我们应该看看原因 75年前日本战败之后 在美国的保护之下 它主要当时是防止 苏联在冷战当中 对日本的蚕食和侵略互防止朝鲜 那么安全的发展经济 成为创作了经济奇迹 后来又进入了一些停止 但是依然现在是全球 经济水平最高的国家 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了 中日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非常好 而今中国强大起来了 双方反倒是中间缺乏互信了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你强我弱 而我弱底强 恰恰是因为实力相当 实力均衡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日本的安全方面 依然要依赖美国 但它对美国也不是特别的相信 那么怎么和中国 即合作与取得互信呢 我觉得老实说很难 所以说日本现在 和美国的关系 和中国的关系 和东南亚的关系 和英国的关系 和西方的关系 都在调动各种因素 来维护自己战后所发展 得到的这样的一些利益 你要说它想扩张 我觉得日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了 它只是担心别的人 侵犯它的利益 好 看看另外一个 东南亚国家的新闻 就是泰国的王室支持者 一号举行了大型的结会 泰王瓦吉拉龙宫 傍晚携王室成员到场问候 上千名身穿黄衣的泰国王室支持者 从一号下午开始 聚集在首都曼谷的大王宫外 他们挥舞国旗 手持《我们爱国王》等标语 高举泰王的画像 等待在大王宫内 参加宗教仪式的泰王 及其他王室成员 泰王携王后 在傍晚历临现场 宫主及其他王室成员紧随其后 在众人搓拥下 他们面带微笑 与大家亲切互动 一众王室支持者 纷纷高呼国王万岁 更有人献上 象征忠诚的黄色玫瑰 王室支持者纷纷表示 君主制是国家的传统 不容变革 泰国的反政府示威浪潮 持续三个月 示威者起初要求政治变革 包括解散国会 修订宪法等 后来要求改革君主制的呼声 也日益高涨 成为示威的焦点诉求之一 父皇卫视综合报道 前几年在亚洲 闹示威最多的国家就是泰国 可是当时呢 不管是红山军还是黄山军 他们彼此之间 为了政府的权力争斗 都不会要矛头指向泰国的国王 而今天呢 第一次的 有示威者喊出来 要来改革 这个君主制 为什么呢 其实呢 很简单 这个现在的新的国王呢 是2016年 老国王普密鹏 执政70年去世之后上来的 当时呢 对他的非议就比较多 那么这个现在的新的国王呢 刚才讲的名字比较多 其实简单的说他叫马哈 他是这个 按照他的国王的系列 他现在是喇嘛十世 这个他的父亲 普密鹏呢 是喇嘛九世 普密鹏在位70年呢 他是身负众望啊 他对这个民心呢 特别体贴 而且呢 这个民望非常之高 那么当然了 在这个历史上呢 这样的一个东方的一个农民国家 来采用英国的这样一个君主制呢 他本身 泰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当中 他是一个相对平稳的国家 但毕竟呢 这国家呢 他没有那么这个根深蒂固的 像英国的这个君主制 那么那么牢靠的这样一个根基 在动荡的这个时代当中呢 现在国王又比较弱势 所以这次国王终于出来和民众见面 同时他说泰国是一个妥协之地 希望大家和平解决问题 他面临的挑战呢 恐怕刚刚开始 好 看看另外一座新闻 台湾的资深媒体人赵绍康 近日专访了陈水扁 真美表示 他不愿意看到两人对立 先坐下来谈话 才能够找到交集 陈水扁2008年卸任后 因贪污罪遭判刑入狱 2015年申请保外就医 获得核准出狱至今 他与资深媒体人赵绍康 在1994年台北市长选战中 曾是竞争对手 时隔26年上演破冰和解 两人畅谈时事 争扁时局 陈水扁爆料当年的人事内幕 时任行政院长的苏贞昌 曾对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 蔡英文颇有为辞 除了民进党内的人事纠葛 陈水扁也谈到目前的两岸关系 他表示不愿看到两岸对立 期盼两岸重启对话 陈水扁也认为朝野政党不应继续对立 呼吁执政的民进党必须拿出诚意 邀请在野的国民党和谈 台湾内部必须先有共识 两岸才有未来 富汗卫视张烧斌陈文堂台北报道 久违了阿扁 这个新闻没什么重要性 只是因为大家很长时间没看阿扁了 还有有些花边的内幕 好 最后请您浪览世界其他媒体的 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